这一个金发双马尾女孩到底有多恶趣味 先是笑着威胁男人要淹了她 还误以为面前的女人是男人的女佣 竟还主动强问 就问有谁能顶得住 而金发女孩的身份可不简单 她被称为神童 是十二神像之一 也就是一朵带一次的玫瑰 这是一个存在阴阳师、世神和灵灾的世界 阴阳师们归阴阳厅馆 负责去除、灵灾、保护人类 屠狱门是世代出阴阳师的名门大族 但是作为分家议员的屠狱门春虎 却是个连鬼气都闻不到的普通人 所以他对于成为阴阳师并不感兴趣 就要两个要好的朋友阿刀冬儿和北斗 过着平静地告终生活 春虎和北斗的关系有些暧昧 但也有很大的分歧 因为北斗一直希望春虎能成为阴阳师 这一夜最年轻的十二神将大连四零路 所把春虎当成了本家知人项目 要求他协助自己完成一项名为 泰山赴军纪的禁术 这是阴阳师最突出贡献者 屠一门夜光神闲举行的最后一个仪式 他被一批人当神一样崇拜 而仪式是能引发巨大灾难的大型灵魂灭象术 现在有不少阴阳师认为夜光的仪式 成功了让他的灵魂转世重生了 因为要动用禁术 所以很快就有一堆咒搜官出现 要逮捕灵路 他们是维持阴阳师不使用禁术威胁世界的团体 而这群人却被顶路照问出了人造世神M3阿修罗轻松击败 只是一个咒术就全部消灭 这时北斗正好赶来 灵魂突然恶趣味地误以为 她是春虎的女幼 于是强吻了春虎 这当北斗奇迹败坏 伤心欲绝起来 但灵魂的吻别有用心 在第二天夏目与春虎见面时 一只蜜蜂从春虎的喉咙飞出 洗走了夏目的全部灵力 有他的灵力就可以尝试那个禁术了 春虎护送痛苦的夏目师 却撞见了正被咒搜官们 用八阵节界控制住了灵魂 灵魂召唤了军用士神土蜘蛛 土蜘蛛轻松地把所有人的灵力吸光 躲起来春虎奔想逃走 却发现灵魂的所作所为 是为了救活自己的哥哥 灵魂说自己还没有出生 却被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 所以才有了现在如此强大的他 可是他的哥哥却没能活下来 春虎耐心地开导他 没有以命换命的方式去救哥哥 就算哥哥回来了 也不会开心的 突然有个咒搜官竟然偷袭灵魂 这让灵魂暴怒 结果却措手杀死了 出来救春虎的北斗 这一刻春虎才知道北斗 只是一个士神 一个提神 一张辅咒 北斗消失了 春虎追回末期 他现在不想再逃避了 便去请求夏目成为了他的士神 随即恶人去后山 走持领魂的仪式 领魂已经一切准备救虚 看到恶人就放出了土蜘蛛和阿修罗 而夏目则放出了一条真龙士神 也叫北斗 由他来牵制阿修罗 然后春虎拿着破除封印的护身剑 和夏目联手重伤了土蜘蛛 但是他俩没能阻止仪式 不过仪式也并不成功 领魂的哥哥变成了傀儡 一起来就要掐死领魂 幸好春虎拼命地打断了傀儡线 才救了他 之后 因为成为了夏目的士神 春虎和冬儿一起入学阴阳书 这是作文培养基因阴阳师的学校 恶人一进入学校 就感受到了夏目一直以来 承受了期望和压力 因为他一直被当作 土蜜没夜光的转世来培养 春虎恶人是半倒茶进夏目班级的 这半立的仓桥精子 十分不服气 他自己是校长孙女 父亲又是阴阳厅的长官 自成能力也很强 不愿与废物同班 没过几天 精子又来找春虎的茶了 不怕失大的班主任大友证 直接让恶人进行士神solo 春虎的士神是一只可爱的小灵狐 也是父亲的道别力 而精子的两个士神 简直是黑白双煞 春虎自然落败 不过精子的雕兰其实是在引起夏目的注意 从小 夏目女扮男装士人 精子就喜欢上了他 所以在课间 精子找春虎道歉 结果夏目在他们眼前 被夜光黄了信仰者的走搜官给弄走 他逼着夏目守他为士神 想要成为他的飞车丸 而飞车丸是夜光的两大士神 还有一个叫觉醒鬼 春虎等人急忙进入结界 周搜官就放出了一只独臂的凶猛士神 称他为绝金鬼 众人惊骇 如果是真的觉醒鬼 自然是打不过的 但他是假的 所以在春虎他们的配合下 最终还是救出了夏目 春虎出了北斗 只见北斗一口就把他给吃了 最后夏目搬进了春虎宿舍的隔壁 虽然春虎知道他是女孩 但同学们不知道 就导致一些扶女射箭对他量 有很多幻想 一度认为两人是基建的地下 这天周末 夏目和春虎出来逛街 本来又买衣服的 但是找不到店 夏目还因此发脾气 闹别流 最后他气冲冲的闯入了 都是情侣宾馆的地方 夏好天空作美 下起了大雨 身后又有射箭跟踪 想要看基建过程 恶伦不得不开房 去躲遇以及躲避他们 谁知射箭叫来很多人 用符咒搜寻恶伦 连半岛大友阵都来了 危机之际 只好既有冬儿 帮夏目脱了困 结果春虎却被吴贵城 是和世神小丁虎开了房 这人受关系 岂不是更不好解释了 而明天就要举行 硬阳俗的实战技术考试 十二神将之一 兼奏搜官的部长天海大善 找到了大友阵 恶伦聊两年前 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场 恐怖灵灾袭击 金木沃族事 其实是双脚会 所以他们一直都在调查双脚会 这一次 他们查到双脚会 与营养师刘伦布千询 接触了 果然 第二天的实战考试 在千询的暗箱操作下 现场逐渐也面为 恐怖灵灾袭击 名为夜的移动型灵灾 也就是鬼出现在现场 随之十二神将之一 是鬼者 禁灵路出现 他是超强的抚摸官 就算是等级三的夜 在他面前也是轻而易举的控制住 但是暗住的奸巡 又给夜吸收了鬼气和灵脉 当夜逃走了 禁灵路在现场 发现了冬鹅是围成型的 移动型灵灾 冬鹅在两年以前 还是个普通人 但却在两年前的那一场 灵灾恐怖袭击中 被鬼袭击附身了 才导致他变成了生鬼 之后就一直接受 川武父亲的治疗 川武在照顾他时 也渐渐抚平了他的戾气 目前本市一共出现四只夜 被消灭掉两只 为了寻找余下两只 伏墨局决定利用夏目的金融座誉 因为这龙的灵气集成 并由十二神将之一的木木 和肘肘官平良多保护夏目 现在川武在到处寻找 从医院跑掉的东鹅 东鹅有些自甘堕落了 不愿意再做个定时炸弹活着 他自我放弃地想着 完全变成鬼算了 然后被处理得一干二净 川武找到了他 他自好不害怕变成鬼的东鹅 他相信两年的友谊 更相信东鹅是个打心地 就善良的人 所以川武一拳一拳地 把东鹅打回了人类模样 夏目那边成功地引出了两只鹅 但是它们都变得更加强大了 姐姐要关注它们时 千寻又在暗处给两只鬼 诉讼了灵脉 导致一只鹅又逃走了 木木和夏目去追 其他能镇压另一只鹅 在追的路上 千寻现身了 于是木木和千寻单挑 春鹅找到了它们 就和夏目继续追业 春鹅坐上北斗 一夜搭在三百回合 但都是以软机时 这时都从医院醒来 想到校长教他要学会调教身体里的鬼 把鬼的力量化为己用 就像精灵鹅一样 于是东鹅坐上坐骑 全速出发给春鹅送法杖 这时大友阵送给春鹅的武器 他第一次藏试用鬼的力量 将力量聚集在法杖中 扔给春鹅 然后由春鹅给叶当头一杖 叶元气大伤落下了 被夏目成功修复干净 可这时 吉祥的大佬 卢屋倒满一恐怖的骑场出现 他一脸和蔼地表示 希望春鹅它们这群菜鸟 能快点成长 然后去到他的身边 在新生大会上 凌鹅作为新生代表出现 他利用自己甜美的外表 立马成为全校人的憧憬对象 男和他恶趣味地表示 春鹅拿走了他的初吻 瞬间两年之间的故事 成为了大家的热点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双方干架时 夏目是以女装模样 面对凌鹅的 所以当务之急 是让凌鹅不要踩穿他的女生身份 男和他当春鹅去找凌鹅 却发现凌鹅并不知道 当初跟自己打架的女生 就是夏目 凌鹅对于春鹅的感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春鹅救了一心寻死的自己 一方面自己又杀了他的好友 凌鹅开始疯狂连着春鹅的生活 从此束缚急防地找他 让他介绍夏目给自己 导致夏目不得不随时警惕 然后藏起来 可到最后还是暴露了 夏目女办男装的事成了把柄 凌鹅就一件事 开始疯狂地使唤夏目和春鹅 一个周末 凌鹅迟疑要参观春鹅和夏目的寝室 夏目坚决不允许 就被凌鹅给绑了起来 在凌鹅又破除了房间避除了封印时 夏目着急了 一个急眼把凌鹅扔到凌鹅身上 排着玩出北斗来 因为夏目这一杂 导致第二天凌鹅没办法隐身 也没办法解除实体化 所以春鹅就让他待在家里 但是空十分想跟着春鹅 就乔装打扮来了学校 结果无休失 他穿着春鹅 他印有老虎纹样的外套 藏来藏去的时候 被误认为是老虎 结果全校发动了防污警报 连十二神将都惊动了 最后发现是一场乌龙 春鹅他们就被大友真给臭马了一顿 最后半季集训 大友真带着一般的人去山上野炊 冬鹅私下找上凌鹅 给他看自己的鬼形态 冬鹅身上浮身的鬼 其实是两年前打连四制道 用自己的身体为代价 想下的鬼 而大连四制道就是凌鹅的父亲 冬鹅这样告诉凌鹅 是希望凌鹅能够承担起 他父亲对冬鹅的伤害的责任 然后跟他们统一战线 共同保护霞木 目前会袭击霞木的主要威胁 是爽脚会 有过激的夜光信徒 组成了秘密解设 他们势力大 一心想要唤醒夜光 那么霞木就有疑问了 他自己真的是夜光转世吗 凌鹅表示依旧不能断言 但是有人曾经写下报告书 内容中提到用鸭鱼 就能判断谁是夜光的转世 鸭鱼是夜光生前最喜欢的大一 说是大一被保存在阴阳厅中 但与我传言 真正压抑为保存在阴阳俗里 凌鹿嘴上说 不愿意帮助春武他们 是因为他有些讨厌霞木 他能感受到霞木 跟自己一样喜欢着春武 而春武表明 自己确实喜欢北斗 也一直在期待和北斗 背后的世俗者见面 霞木发挥上了丝带 与春武当时送给北斗的丝带 几乎一模一样 这让春武很失质疑 如果北斗就是霞木的话 春武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主人呢 毕竟自己可是她的是谁呢 所以春武很想知道 北斗是不是就是霞木 为此也不能寐 而霞木也很想告诉她真相 但又在新养人的感情 会变得奇怪起来 为此双方都很别扭 在这期间 卢乌道漫有了新的动作 他十分高调地通知阴阳厅 明天就要取走阴阳厅历里的鸭 有名鸭芝 卢乌道漫是活了很久的老阴阳师的 实力不可顾量 为此阴阳厅聚集了十二神将 共同欲敌 藏桥美带收到消息后 密码召集的大友阵等有能力的老师们 开启防御形态 第二天 卢乌道漫虽然召唤很多世人 去干到阴阳厅 但本人却出现在阴阳署门口 他竟知道押育是在阴阳署里 卢乌道漫带着几十只 装甲骑兵土蜘蛛 攻击着学校 学校的姐姐保护很难打破 但是道漫有备而来 在此之前 平良多帮助他将符舟 放在了学生天马身上 这时候符舟释放 同学校内部打破了姐姐 幸亏道漫放出的土蜘蛛都是假货 不断春午他们也没办法逃到 藏脚美代的身边 美代在楼顶放了土蜜门 实时代代用的几餐姐姐 但是被道漫一击打碎 下不放出了北斗 道漫却把北斗抓住 想把他变为自己的士神 幸好奔倒大友阵现身 这是大友阵与道漫的第二次见面了 当初第一次见面时 大友阵一招喂出 就嫌自协一退逃走 道漫明白大友阵是个极度冷静 而且拥有大局判断能力的人 废话不多说 大友阵先是用一套五行之处 神龙击西去解救北斗 接着他使用出了八目竹龙镇压咒 这是一个古老到没有记载的诅咒 作为咒术狂人爱好者的道漫 被大友阵打得兴奋了 既然不能破解 他就想强行用灵力破解 最后两败俱伤 但大友阵因此确定了道漫不是人类 而是黄御灵 俗称黄魂 再确定的是以死灵灾 就可以用消灭灵灾的方法去消灭盗漫 大友阵事先就准备好了大威德法 再配合木木 一起将盗漫进化修期 本来盗漫死前想透露点什么 不过却被暗出的平壤多灭口了 在目睹了大友阵和盗漫的这一场solo之后 春武对旧术有了前所未有的兴趣 这一晚 春武和夏木想去学校楼顶再看一看家里的祭坛 在那域间的自称多鬼子的红霸女人 她说自己也是阴阳熟的学生 但是事后却差无此人 多鬼子透露 这所学校本来就是夜光床般的 而藏桥美带是她时候的第一代学生 为了了解更多关于夜光的事情 春武他们去图书馆调查阴阳熟的资料 最后只找到一位叫早已女娘的人 和大友阵是同期生的资料 早已女娘是研究夜光的开拓者 关于阿玉的记载也是从那那指导的 说起早已女娘 春武近来解释了一位很可爱的学姐 超级喜欢宁悟空的学姐 而且也自称叫梁 这让春武有些在意 周所关的部长天海大善 其与眼看望曾经的部下兼心腹大友阵 告知自己决定对周所关们进行一次大清理 禁令掉所有的双脚会卧底 这次的清理计划 直不定会爆发什么样的战斗 所以由禁灵鹿保护夏末等人的安全 禁灵鹿放出了一位叫雪佛的士神 保护他们自己就去休息了 禁灵鹿说雪佛是个极其危险的士神 天海大善了这一次清理 速速准备了一年 他也早已发现平良多是双脚会的一员 然而他不知道 平良多竟然能够召唤巴赖童子这种超强的士神 但能当周搜官部长的他靠的可是一双瞧嘴 他最终巧妙地在交谈之中用语言给平良多下了咒 然后打晕了他 可费一所思的是 平良多倒下后竟然变成了多鬼子的模样 天海大善找到部长 说明了多鬼子的情况 部长就说这个香马多鬼子 是大连斯制道家族的一员 他是香马家族的最后血脉 部长承认了他与双脚会有关系 随后知道真相的天海大善 就被解决掉了 而一个双脚会的王之鱼找到了霞目 他被雪佛一刀劈死 但此时还是放出了很多只高等级的灵灾 为了保护大家 霞目放出了北斗 但依旧很艰难 几万沙厉害决策的雪佛对北斗十分感兴趣 要跟他一脚高下 于是追着霞目他们打 雪佛伤心兵黄地把霞目的衣服都打烂了 导致大家都知道他是女生 干着瘦弩的霞目 地方的春武震立下来 寻找变强的方法 大友政和金灵鹿都说过 春武有很强的灵力 但是却无法掌控 所以春武从他与夏目签订了世神纪号 找到了控制灵力的突破口 然后再模仿大友政和灵鹿的咒术 最终打败了变态雪佛 夏目的女生身份 让他成为了学校的乐点 但是大家并没有责备他的欺骗 反而纷纷感谢他之前保护了大家 但是这也让金子想清楚了 原来小时候在图鱼门家里 一见中情的男孩并不是夏目 而是春武 而春武也从金子的话语中清醒 原来自己在儿时答应过 帮金子把绸缎找回来对月顶 然而 一大早春武就收到父亲保平安的短信 在六小时前 图鱼门家还没有被烧光 收到短信的六小时前 银杨厅的部长派两位十二神将 去图鱼门家家住 图鱼门太纯 那夺走的押狱 因为双方打斗 导致整座府邸都被烧了个金光 太纯 也小时不见 而导漫并没有被杀死 在他的弟子藏与李娘的帮助下 重新将魂复活到一个小孩身上 他找到了大友真 决定给他胜利者的奖励 于是 大友真就问了双脚会的幕后主事 道漫只说 跟阴阳厅有关 多鬼子听说部长拿到了押狱 就十分激动地去学校接近 下目他们 多鬼子被部长他们成为公主 或者缺乏常识的舞女 六年不如被复活成为多鬼子的世神后 改名为蜘蛛丸 而大年寺之道 被复活为多鬼子的世神后 改名为叶叉丸 要跟下目做朋友 他说自己是双脚会的一员 为了表达自己的真诚 大友和下目solo 男哥在他要动真儿时 大友真即时感到阻止了他 在很久以前 被对上阴阳鸟顶端的是图鱼门 而支持图鱼门的是藏桥和小蚂蚁族 不过战争结束后 小蚂蚁族就小声匿迹了 在多鬼子拿到押狱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唤醒夜光 却得知下目是女孩子 而藏桥美丹也才知道她是女孩子 下目是女孩子就意味着 太纯偏了十几年 因为太纯曾经给他们看过星象 夜光会转世到她的血脉中 而且当时还在腹中的孩子 明显是个男孩 多鬼子立马明白了 春虎才是太纯的孩子 因为春虎今天对于多鬼子 施展解除咒语的咒术 有强烈反应 而下目只是太纯 用来也能耳目的牺牲品罢了 期间觉醒鬼和早饮女娘 一直在暗中观察春虎 所以觉醒鬼却告出下目 现在春虎的咒语还会解除干净 如果她能穿上鸭语 必定会有性命之忧 下目听了一脸懵逼 但是到了晚上 烟花晚会 她就明白了 多鬼子带上鸭语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她说出了春虎的声势 然后一股心地 给春虎解除束缚 并给她穿上了鸭语 下目等于拼命地阻止鸭语 她反复思索后想通了 春虎一出声 就会下了诅咒封印的凝视 而当初她与春虎 亲临失神协议的时候 帮助春虎开了凝视 也就是解开了一部分诅咒 现在下目必须帮她 解开全部诅咒 才能怀得安全 所以下目用命 飞向春虎 主动亲吻她 为她解开了诅咒 所有诅咒解开了 春虎成功驾驭住了鸭语 而下目与当初北斗一样 一言一息地在春虎怀中说 我喜欢你 下目死的 春虎没办法接受 她有一些绝望地想着 要用台山府军纪 来复活下目 这是叶叉丸先生 她提出交易条件 可以帮忙复活下目 而且不用一命换一命的那种 条件 是春虎跟他们成为盟友 最后 春虎他们就被阴阳厅的人 给带走了 春虎被单独关押 混神 也不让任何人去看下目 但是 大友证还是偷偷地 去看了一下下目 看到自己是全身死的 大友证自然无法袖手旁观 但立马通话道漫 希望她陪自己 一起大闹阴阳厅 去把春虎救出来 和阴阳厅部长 苍桥元思 早就悬好了让金陵路 去跟大友证搭 和地公 则跟道漫对决 苍桥元思 和叶茶丸会见的春虎 即使说服她 跟他们成为同伴 这时小龄悟空 斗胆先生 觐见终焉 一般整个人话语 终于把冲动的春虎 给说明百恶 就算假接恶人吃手 复活夏目 夏目也不会高兴的 所以 她决定用自己的力量 来复活夏目 外面的早饮女娘 找到了百之天马 百之天马 一直都有春虎 他们阴阳熟 一群人中最弱的 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人 所以早饮女娘 让没有被丁绍的她 潜入阴阳厅 却把封印鸭鱼的牢笼打开 天马成功了 正好冬恶也找到了春虎 在金字和铃鹿的 搅局魔法之下 成功带走春虎 而叶茶丸子弹 追了出来 但是却被泰纯 事先准备的幻术 给困住了 春虎成功逃走 所有天马 转告梁的话 让春虎掌握鸭鱼的力量 梁 会帮她复活夏目 然后木木出现了 她绝不允许有人使用剑术 大友阵也来了 可她却支持自己的学生 突然 金字获得关心的能力 她看到了这个世界 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咒术也只是人为定下的 而且夏目还在等着春虎 于是春虎他们更加坚定 去救夏目 在春虎去接夏目的路上 碰尽了禁灵路 这是个难残的人 春虎本想让空拖住她 结果空却要被打死了 所以春虎和华不说 上来舍身救她 导致春虎也要被打死了 空才也没有办法了 她不能让自己等待 几百年的主人死掉 她强行解除了自身的封印 变回了飞车丸 这是一个大灵狐美女 而觉醒鬼也衔生保护春虎了 这一家月光觉醒了 多鬼子为夏目的死感到自责 所以她决定暂时撤退 把夏目还给春虎 春虎为夏目举行了周数 结果还算顺利 而大友阵成功地将盗满手为世神 夏目复活了 但是春虎 或者说是夜光 又转世了 平民东京暗压 一部打斗画面算是很精致的战斗番 但内部可能较多 以至于不管是解说还是看翻 可能都会比较辛苦 而关于全面中最喜欢的角色领路 从小被人在身上尝试各种尽咒 为了复活哥哥 最后黑化也算是演绎全开 但还有黑化后被男主劝回 只是我仔细一想 男主一开始就告诉他 不可以复活死者 被赶完后便喜欢上了男主 结果却在结尾 女主死的男主却要复活 这双标的操作虽然难受 但毕竟拥有前世记忆 肯定会发生改变 自己的招数想怎样就怎样 我相信很多看过艾亚的人 应该更喜欢的女性角色 是领路吧